这盘棋讲解是2023年的象甲 这是关亚军队局 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二场 深鹏对战的是赵方位 双方的加赛快骑 开局是中炮 对战骑马 红方跳马之后 黑方出狙 红方这个时候也出狙 牵住他 黑方先进的骑足 这儿的话 红方是过河狙 那么黑方正常是上马 他选择进三足 就是怕这个深鹏的五六炮飞刀 深鹏当时是 走了个飞刀 把孟凡人鞠给吃了 确实厉害 嘴角进足 也是未冲锋 红方跳马 那黑方跳马 红方并无心意 就冲 黑方这个骑 他选择招法是飞向 到这意思在于呢 如果你吃马 他可以推过新马 在那附有金炮打死局 你还得走 他才跳出来 所以这个骑没有用 红方他直接就马三斤五上了 这个骑黑方就补了个事 他也没有说是金炮 对方赶走 当然你要赶走的话 他一退 那这个骑又会形成 昨天深鹏对武军强那个骑 走这个炮金也可以 补制的话也没问题 这个时候你要是吃马 人家有个金炮 随时可以串得起 但是不怕 这个骑你一吃 他上马一打 踩掉一吃 把这个一打 他也是个换骑 所以到这儿 星期后去了 红方临场就冲兵 正常是上马 黑方也就冲了 这个马他冲上去 随时可以握槽 这里黑方得走 追平次才行 暂时是守住了 现在这个骑 红方是走了一步拆炮 那从这步骑来看 红方暂时是攻不动了 他准备连下 在普世把鞠拿出来 这个就是文火慢攻 这儿黑方他就对一下 如果换掉 那黑方满意了 红方他不换 突然发力 他要吃马 黑方马三斤四就上 不要说踩你 这边还可以铺槽 手段很多 那红方他比五斤 不让你去利用他 黑方在这儿也是非吃不可 吃完以后 即便你马七斤五 暂时也没骑 但是他走出了马七斤六 这招骑的意思就是 我要踩炮 踩炮还要吃马 那黑方走了一个退马 这步骑的意思在于 形容担子炮 你还要吃马的话 他有一个退炮打鞠 你也吃不到 那这儿的话 你要是先换 打掉你 那这马上了半天白走了 所以红方感觉嘴不够用 就平炮 要把这鞠拿出来助攻 黑方的话就平鞠 先吃马 希望你要飙个态 那这儿正常是要飞向他 黑方他是想走一个 金炮打鞠啊 你要是进鞠 所以吃你的马 给你换掉 你要回去的话 你鞠算是出不来 他达到一个封鞠的意思 那红方这时候 他就打破常规啊 你吃我的马 我吃你炮 他也不防守了 因为他知道你要封鞠啊 不让你封 那到这以后 就只能换了 换掉以后呀 回行这个局面 将来这儿赶快对鞠 对掉之后 我们看到啊 现在你要是打边阻 你炮没了 所以你得飞个向 他趁时推回啊 守着阻链线就行了 所以这个棋啊 聚双炮 对上聚双马 那黑方可能还稍好一点 所以这个棋完全可以下 但临场的话 黑方他没有选择直接吃 而是呢 提前走的不进炮 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在做梦啊 就认为你这个马回到我打去 你不能回 你这个鞠吃马 我先鞠吃啊 把你就抓死 给你做一个交换 让你不舒服 还想欺负啊 利用红方 不掉红方 他走到进炮去对 这招其实黑方没有想到的 那这个棋 你正常对掉 他这边吃掉 看似好像漏了个马给你吃 其实你是不敢吃的 这一吃呀 就挂了 红方这个炮给打出去 太厉害了 将来强行下底炮啊 跟实战其实是一样的 你现在怎么手吧 如果你推到底线啊 那上去就是一将 对吧 这个棋你吃炮 那一将啊 这个棋把鞠吃了 丢个鞠也是一个梳棋啊 因为迎面将它可以直视 暂时还将不死 所以吃炮居美了 那你要长起来的话 这个棋跟实战也就还原了 这一将之后 你正常一多事啊 跳马里边就杀你了 所以这个棋你确实是没有办法 所以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它是没敢吃啊 那不吃怎么办呢 实战黑方是炮里面切了 他是寄希望要把这个鞠换掉 这个构思也确实是巧妙 但是红方这个棋比较霸道 到这儿你即便对决 也结不了这个棋啊 所以这个飞刀确实是厉害 常规招法一对 一踩一吃啊 这边吃一个双方的换棋 但是人家这个棋啊 强行下底线啊 这个棋有点过分了 这个棋到底是一样 你刚才说到吃的话 它将一局啊 这边首先吃掉你就要杀 你要是敢保这个棋啊 那这边一将这马又不见了 吃光了 但你不饱的话 这个双距不在啊 那比刚才还痛苦啊 所以这个棋等着数呀 所以他这儿没有办法啊 到这里之后 他也是啊 不敢去吃 但是不吃的话 你也不能做也得比 因为你落实的话 他这里啊 挂脚啊 肯定杀 落巢这边也是杀 他的手段是非常多的 你现在这个棋 你吃泡不行 落实不行 那到这儿啊 他还是把这个马吃的 这就还原来到 刚才所说的一个变招啊 那就是底线一将啊 所以这个棋你没办法啊 到这儿他就认输了啊 因为这个棋确实是无解了 上来直接退局杀了 你要电局把局都吃了 所以没有意义啊 到这儿的话 赵盘伟啊 就很快认输了 所以这盘超快棋啊 确实厉害 神鹏几用了21回合 就把地方斩杀了 你到这儿的话 杭州队啊 2比0啊四川先得两份 那接下来啊 四川队压力很大呀 看看杭州队啊 能否作冠 不要理解冰 是 这也是